汪景祺虽有才华,但是才傲悟,康熙53年才得了一个近视,后在雍正二年投奔了年羹耀的亲信胡齐衡。彼时,年羹耀正是风头正盛,汪景祺为了讨好年羹耀,写了《上福院大将军,太保一等宫,川山总督,年宫书》,书中极为奉承,就和剧中提到的内容一样。 年羹耀虽留下了这本书,但并未因此重用汪景祺,只是收他做了个幕僚。汪景祺没想到,自己的行为不仅没得到太多的好处,还为自己埋下了一个隐患。 皇上这么做,一是惩罚汪景祺,二是一种警示,给那些对皇上不满,非议皇上的人一个警示。 插一嘴,给不太了解的小伙伴们说一下削手和斩手的区别。 斩手是砍头,削手是砍完头后挂着失众,削手这一刑法,警示震慑的意味是比较重要。 真远道和甄嬛有一个共同点,都拥有善良的底色,善良本没什么错,但一不小心就会成为弱点。 被有心之人利用,真远道线下不是在同情望景祺,而是在担心城中的百姓。 有这种想法没什么问题,问题在于不该宣之于口,不该向恶敏提起。 年刚要倒台后,真远道逐渐放松了警惕,且真远道认为自己和恶敏是一起扛过枪的盟友,丝毫没意识到恶敏对他的敌意。 真远道的这些画,放在平时或许掀不起多大的风浪,但偏偏碰上了这个敏感时期,设计的还是敏感人物,再有了恶敏从中操作,这小事也就变成大事了。